欢迎爬上旅厅翻越挡土墙之后 才能从自家后院回到家 原本一分钟的路程 却因为一道铁门 得要绕道才能回家 多年前杨姓妇人老家 因为在土石流警戒区 在亲友协调下 让杨姓一家人搬迁到县居地 不过地主表示 虽然经过协调后 提供杨姓一家人居住地 但杨姓妇人却长期态度恶劣 才愤而封路 他自己不对 他不愿意低头 他把他的那个 占便宜的东西 我开这个路 不是我们在走 是他们在走 30几年都是他们在走 我开路 我给你走 你还要对我不好 就算不换便了 就用绕一圈 要往那个白人的家里 这样走路 很危险 晚上的时候我都不敢出去 这名代表余玉华表示 先前已经有进行协调 但没有共识 因为地主表示 该道路虽然已经通行多年 但拥有土地所有权 有权决定道路是否开放使用 目前副理相公所也正在介入 厘清土地所有权署中 土地的所有权人是国产署 来提出一个申请 那我们会协助他们这一方面的一个 在文书方面的一个申请作业 公所表示 由于该私有土地 已经成为民众多年日常行走的路段 或许将会协助杨姓富人 申办有关继承道路 事实认定的行政作业 并提供地主损失补偿 让争议尽早落幕 原始新闻在楼被华林复理采访报导